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心灵花园节目 我是主持人文伟 还有我们的顾师傅 会共同这半个小时的心灵花园时间 师傅你好 阿弥陀佛 文伟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阿弥陀佛 一讲到这个花园 好像跟我们的天气不太能够把它联想在一起 不过我相信这种上个礼拜的考试 到这个礼拜 我相信很多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非常美的花园 心花怒放 其实今天因为我们刚刚才圆满的多伦多佛光会的会员大会 当然看到这个秘书处的这个年度报告 就好像我们文学组的春心师姐常常讲 他说一年365天 然后他现在已经着手在进行这个 我们有一个展示板年度活动的总报告 他说他选出那几张照片太难了 因为有300多个活动 而且每个活动又不止一张照片 就是啊 所以看到这个2016年的等于说这个回顾了 一个回顾 这同时也是我们将近5000个会员 就是有经常性往来这样活动的呢 也将近3000个会员 3000多个 在海外来讲我们的会员人数算是很多的 可能也是大师从一开始就帮我们授记了 说加拿大很大 多伦多很多 很多 我记得我刚刚派来的时候还问呢 说那当时大师有没有说 加拿大很大是什么很大呢 多伦多很多是什么很多呢 这些信徒代表就 哦没有了 当时听到就很高兴 然后又大又多就好了 我说好让我掺一掺 当然我一个阶段一个阶段都会有一些 就是说不同的感想了 最开始的时候我想哦 加拿大很大 国土很大 地方很大 那之后呢 我就感受到哦 是信量很大 那当然从整个的多元文化啦 种种的这种包容 融合 真的加拿大很大 那多伦多很多 就从开始的时候我想哦 是人口很多吗 那慢慢就进入到说哦 其实是这些发心的义工很多啊 很多 那现在呢 其实经过这一次的佛学会考啦 考试人数很多 因为到年底哦 其实实在讲了 我最近也正在筹划嘛 还是就是酝酿着进行一件事情哦 因为现在慢慢到场这边叫做一位难求 也是比如说停车位 对 那我们的交通组啦 志兵组啦 这些义工菩萨们都跟我反映说 怎么办 我们的这个来的人哦 以前呢 如果过年就差不多是像现在的星期天了 也就倒过来一下 现在每个星期天就感觉像小过年一样 当然我们一直在一直在加派义工服务的人员 那现在哦 连星期天哦 我们交通组都要出动 交通指挥 对啊 那还要拜托 我们这个固定的义工 一来车子要停在比较远的地方 其实呢 我就不好意思讲 我们的左右邻居已经正式跟我们提出 我们都停到他们家去了 我们的左右邻居不是普通住家哦 都是大的商场 大的office的这种区域 已经很不好意思了 我们就是太打扰人家了 所以啊 我从头归话了 怎么办呢 那么 但这个可以看得出来一点 就是说 他的成长很大 那 欢欢喜喜的来 来了之后 更欢欢喜喜的要护持 要加入 其实我觉得 他们都说被感动 我觉得我们常常被感动 没错 把宝洁那一天 看到 就是这么多大学 各个大学几乎都到齐了 各个图书馆都到齐了 证书啦 证奖学金等等这些 还有学生发表的感想 这些大人很感动了 对 下来拿着支票 我要捐教育基金 怎么怎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感动的世界了 对 而且就像师傅讲到说 上个星期天在这个考试的时候 哇 也真的是整个方法都是满满的 我虽然没有去佛光园 但是我听那一天考完 像我们在录音的时候 就已经听到分享了 佛光园也是满满的 还是满满的 他们用line拍照片传给我看 我很高兴 真的成长很大 对 成长很大 然后开始学习人间佛教的人数 也越来越多 所以我想对于这个 加拿大很大 多人都很多 我们又往前推荐 迈进一步 那特别今天 我觉得看这个工作报告 就觉得大家的辛苦是很值得的 因为人间佛教的光明感觉 就是我要说他出路 曙光也不对 因为其实今年也是 大师来到多伦多弘法的 第25年的经验 那25年来 但我是感觉到说 是大家对人间佛教的认识 更进一步 通过这次的佛学会考 对了 你看今天那个 到了这个佛学会考颁奖 颁奖的时候 哇 很好玩 那个不知道该用什么样 字眼来形容 对 就是你看 当然比较特别是C主 我们今年考试的人数 468人 对 那往年领奖 最比较吸引大家注意的 第一个就是老菩萨这一组 听写主 那或者是小朋友那一组 穿着beaver 这个同军 又同军的制服出来领奖 但今年最引人注意的 C主 C主 200多人是报考C主 等有一半是C主 对 满分跟90分以上加起来 加起来 我们没记错的话 193人 都快200人嘛 所以要拍那个C主的 全家福 团体照 煞费苦心 但是热热闹闹的 也算是完成的 我在想一般的学校 也可能有很少人 有一百多个人 都考满分吧 他们 当然这个成绩优异 除了有奖状之外 还有奖品嘛 所以我们在阅卷完之后 已经通知 紧急通知社教组 还有佛光书局 快点快点 大冲动 那个礼物 就不是在服务台领取 C主 特别抽出来 因为快200人嘛 请到二楼会议室 国际会议厅 整个 骗吗 都是 所以 我看大家也是欢欢喜喜 对 真的不输给过年 不过还是像师傅讲的 重点就是说 其实佛学会考是让大家加深的印象 不过最主要我们刚刚开始节目讲说 其实心灵的花园 就是希望借由这个考试 大家去阅读这个大师的一些著作 从这里面呢 能够了解运用在自己的生活上面 把自己的心灵花园开得更灿烂 你刚刚提到说运用在生活中 这一次因为我是负责改A组 那个A组里头的李小文师姐 我觉得就是说A组 她一共有17个人考A组 这个写得很切入 这个值得去表扬 或者说可以把它分享出来的 起码占一半 但是我要借用这个小文师姐的 她的这个深论题里面的一些感想文回想 比如说其中有一个是必选题 就是你一定要作答的 我出了一题叫 这个你阅读人间佛教 佛陀本怀之我见我师 就是感想嘛 感想对 好那看了之后的感想 她很善用辟语 前面我就不说了 中间她的那个辟语那一段 她就说人间佛教 重在落实行佛 行佛就是菩萨道的实践 我按书中所说 是用比喻去理解 如何把佛教的精神 实践在日常生活中 从家里 她就跨湖人道 要去道场 就从家里头 要开车来道场 她就比喻是从人道 要修行完成到佛道 她说要行动 就是行佛 要行佛才可以到达目的地 就成佛 要行佛才可以到达 好那所以呢 首先我要准备好一辆车 她讲的工具 工具 我们讲大秤小秤 这车秤 她说这一辆车 她的夸湖 就是要发菩提心 上弘佛道下滑众生 然后呢 通过高速公路 这条高速公路 就叫菩萨道 就自立立人 自解决她 然后呢 要守规矩 小心开车 路上车子很多 就众生啊 境界很多 有快有慢 或者突然 有这个状况 她司机 要有所自律 警觉 要顾及他人 实现好 师机的责任 就是实践菩萨道 最后就平安的 到达目的地 就佛果 叫觉醒圆满 她用这样 哇 这样很生活化的比喻 从家里来道场 你开车 一路注意什么 就是从人道 修行成佛道 中间走菩萨道 菩萨道是什么 这样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真的 她的第二篇 也很有意思 就是她用搭飞机 有这个经济舱 有商务舱 这些 对 她就说 她的聘域 主要是讲 我们在这个 十法界流转 说过去 只讲六道轮回 师父跟我们讲 在书里头说 大师说 我们不要只讲 六道轮回 我们要讲 法界圆融 十法界 所以她选了 另外 A主的生论题 除了刚刚那个是B选 另外是四选一 她自己选 她选了说 你了解人间佛教 法界圆融的生命观之后 对您的信仰 有何启发 这样 她选这一题 她就把这个十法界 她说 六道轮回 以前我们都以为 所以我们一直以为 我就在经济舱里头 她现在一打通了 原来我们可以 由经济舱 upgrade到 这个商务舱 她就是从这个六道 就六凡 就由凡入圣 她用这样的概念 但是在没有成佛以前 你都有可能来来去去 可能升等 可能降级 降级 就看你怎么做 比喻的真好 对 我就觉得 很高兴 因为这表示 她是完全理解的 融入在她的生活 她可以用 贴近自己身边的 这些实力 然后去做这个分享 所以我非常欣赏 而且我觉得她这两篇都值得 我们推荐 要回人间佛报 要去投稿 刊登 提供 也是分享给我们全球 佛观人也好 就是佛教徒也好 你看这么容易理解 所以这次的考试 我到最后我讲说 全体总动员 这佛观人都要来考 不然你怎么 怎么说你是信仰人间佛教呢 他们说 没有空读书 那个课本都还没到 什么什么 我说你都不用看 你来考考看 就是这样才有将近500人 对 但是一考 你看193人 是90分以上 所以我觉得 人家佛教就是这么亲切可爱 就是可以用这样生活化的理解 多好 多好 这个是我今天 在这个颁奖典礼上 我特别表扬她一下 其实说到这里 我们等一下给她先休息一下 不过在节目之前 我师父还提过 明明有个更大的计划 不过我们等到休息之后 再回来跟师父聊 星云大师开创了多伦多佛光山 位于密西沙加市6525 Milk Creek Drive 查询电话 请洽905-814-0465 905-814-0465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再次回到我们的心灵花园 我们现在下半场 要跟大家所分享的是 人间姻缘这个单元 不过我们也要在接连 就是在休息之前 师父有一个 另外一个重大的计划 这个计划 我怕我现在讲出来 另外两个东岸的道场 可能会吓一跳 还没跟他们说 还没跟他们说 不过呢 就是说 If you can dream it You can do it It will happen 对 就是你有梦想 才有可能实现 对 没错 所以不妨说说 因为我看呢 今年的这个佛学会考 就以多伦多来讲 就将近500人 就如同我跟 那个英语佛学班 因为他们本年度 最后一堂课 我去跟他们上课 那我当然也鼓励 他们参加佛学会考 那他们说希望知道 为什么要 一个信仰 为什么要考试 因为他们都是非汉语人士 养人居多 在他们的观念里头 没有说 比如你信仰印度教 你信仰基督教 为什么要考试 要考什么 那我就讲了 当时其实早在 二十多年前 最早在台湾发起的时候 就大师要把 一般人对佛教信仰 从懂得烧香拜拜 到诵经礼佛 礼灿 这样一步一步这样推 从求佛到拜佛 但是你要把它推到学佛 然后再行佛 那个学佛那段 在二三十年前 其实是有一个困难度的 佛学班 课程 不像现在 在台湾我们都办 人间大学 社教班 那个学生都是上千人 那么普及化 当时比较 就是比较还没有了 所以师父就举办 当时在台湾 叫全国佛学会考 那才慢慢才变成 世界佛学会考 那么这一步这样子推 我说你要懂了 它的动机 它有一个 时代性的需求 我说 介于我们都很多 我当时跟英文班的学生讲 我说 我到印度去朝圣的时候 印度的沙咪 告诉我 师公叫我们要复兴印度佛教 我到了尼泊尔 尼泊尔的师姑说 大师给我们一笔基金 要我们建教育中心 要复兴尼泊尔佛教 然后中国大陆 你看南方周刊什么的 就是他复兴中国佛教第一人 幸运大师等等 就是说 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 你们不会想要 这位九十岁的老人家来说 我来帮你们 也不叫复兴 或者建立 建立加拿大佛教 我说不会 我说 要建立加拿大佛教 现在有加拿大佛教 还没有 我说 是我吗 我又英文不好 我说 是吗 以法是吗 还不够 本土话 我说 是你们 那你们怎么样开始呢 我们怎么把这个 人间佛教 在多伦多 在加拿大 这个讯息一直释放出去呢 必须是大家共同 拥护一个理念 我说 佛学会考 我们要把它做大 因为 我其实 有人讲说 哎呀 你怎么在脑筋里头 装这么多东西 已经都忙不完 你还变这么多东西出来 我说 我其实都是复制 大师 在带动佛教的 这些过程 那大师 从一个外省人到台湾 就好像我一个外国人 来到加拿大 我说 其实 然后师父就 从开山就讲四大宗旨 从五十年前就讲 人间佛教 我说我们也一样 我们也讲四大宗旨 就照着师父怎么说 我们怎么说 师父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 多人都 佛光山 佛光会 就是这样子 越做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越大也越多 我不是要什么大 也没有以赛等等 但是我只是觉得 人活着 他的生命是有价值 是有意义的 那我们在这里一起 大家真的一起一会 相遇在这里 共同发挥我们的能量 对 把人间佛教在这里 往前推进这样 所以当时我就跟他们讲 我要请你们都报名参加 所以今天也是 英语佛学班参加最多的 我说你们参加 甚至于我觉得我们明年 我们可以再把佛学会考的名称 把它扩大 叫做佛学会考红法大会 就是这样子讲起来 然后我就自己了 刚刚录音前 我还在来提说 因为等一下要放这首歌 我就说我们明年 我再邀请满地克跟渥太华 我们就是联合 加拿大东岸 或者当然可以西岸 我要根据出法治三大 要不要 加拿大全国 不要讲千人 因为上千人 全国佛学会考 比如这样子 如果是加拿大东岸 我们讲 加东千人佛学会考 红法大会 如果是联合西岸 我们讲 加拿大全国佛学会考 红法大会 这就是 要我提早讲的这个计划 没关系 我还是那句话 If we can dream it we can do it and will happen 它就会发生了 就会实现了 我觉得 我每一次有这些事情 在构想着 想着的时候 我就想 师父一定很高兴 佛陀一定很高兴 我会这样想 对 其实师父 就像您刚刚 有这个构想 其实说起 我相信呢 就像大师所提倡的人间佛教 他为什么可以在世界 不同的国家 以不同的文化语言 我们都希望他在当地 能够发展开来 其实我们也是要给 我们在加拿大 我们的本地的朋友 也要了解到说 我们的佛教 人间佛教 不是我们自己 在进行这个佛教的理念 而且我们人间佛教 本来就是贴近 我们的生活 家庭跟社会 对 所以呢 我们讲了这么多 歌曲都还没有 请大家欣赏 这首歌呢 叫伟大的佛陀 因为我们这个12月份 都一直在 比如说我们当然是过国历了 提早过这个佛陀 成道纪念日 法宝节 那有一些道场 因为我们的节目 其实是在全世界 各地都有许多 这个听友呢 会上网收听 所以我想有些道场 他是过农历 那么也即将要迎接 法宝节 所以我就选了这首 伟大的佛陀 那伟大的佛陀 这首歌 歌词是大师 所写 那作曲呢 从最早的 这个曲调 一直到新的创作曲 也好多版本 那都很好听 也有英文的 也有 这个不同语言 那选的这一首呢 是他的 怎么讲 节奏 很像进行曲了 其实跟刚刚师父所提出来 那个的 其实有点 就觉得说 我们有想到这个方法 我们就要去执行它 就像你们现在听到 好这样子 好 等一下 一起来欣赏这一首 这个 他的那个叫 Tempo 那个节奏感 很像进行曲 其实我觉得 真的 人间佛教的光明 也是这样 一步一步的走出去 对 歌词 应该可以有时间念一下 好吗 好 伟大的佛陀 他的歌词是这样子 智慧的光明照大地 无我的真理 旧世间 太平洋难比您深广 雪山难比您崇高 我何信今朝觉悟早 像听到慈母的音声 对着您伟大的佛陀 伟大伟大的佛陀 我需要您伟大的佛陀 所以我们一起先欣赏这个节奏感 很明确是我们要一步一步 很有力的 有方向的 继续走出去的这首 伟大的佛陀 好 智慧的光明照大地 无我的真理旧世间 太平洋难比您深广 智慧的光明照大地 不我的真理旧世间 雪山难比您崇高 我何信今朝觉悟早 像听到慈母的音声 对着您伟大佛陀 我何信今朝觉悟早 想听到慈母的音声 对着您伟大佛陀 智慧的光明照大地 智慧的光明照大地 无我的真理旧世间 太平洋难比您深广 智慧的光明照大地 我何信今朝觉悟早 想听到慈慕的音声 对着你为他跨头 我和心尽照却无照 想听到慈慕的音声 对着你为他跨头 我和心尽照却无照 想听到慈慕的音声 对着你为他跨头 我和心尽照却无照 想听到慈慕的音声 对着你为他跨头 哇师傅听完真的有那种很振奋的那种感觉 真的是进行曲 我就觉得人间姻缘 真的我是觉得 当然之前因为连续办了几年 之后就先暂停 我很希望我们在总本山的这个人间文教基金会 应该隔几年还可以在每个年代的那种 会有一些趋势不同 应该再有一些新的创作曲 一些改变 是所以这个真的很感谢这些作曲者 他们拿到大师的这个歌词之后 他们在不同国家用不同的风格去进行了一些创作 所以这也是大师跟这个佛光会 我觉得最一个让我觉得最精彩的地方 就是说在佛光会有各种不同的人才 所以才能够创造出这么非常精彩的各种不同的活动 顺便预告一下 下个星期 有我们之前因为妙光法师来讲演的时候 就是讲说我所看到的师傅 意外的在网路上 哇点阅率上万 爆红 然后他还有硬要去哪里讲演 那我们很高兴 就是下个星期 我们的节目里要 就是推出当时特别为他做的专访 对 在讲演在这个话题之外 妙光法师是怎么样的一些背景情况 大家记得收听 因为在这个专访里面会有一些是没有在这个YouTube里面出现的一些问题 敬请期待 敬请期待 好 但是谢谢顾师傅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如果听众朋友想知道我们最近佛光山的一些活动讯息的话 都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电话是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者你可以上我的网站来查询 我们的网址是 三个W.FGS.ca 再次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 我们空中再会咯 拜拜 感谢佛光文教 如是我闻 音乐提供 感谢佛光文教